全球目前有大约1500个火火山,其中数十个数恒常爆发类型,无法预知爆发时间的情况下,长A邪附近居民安全,火山学家多年来一直智力研究爆发预测,使用无人机后, 渴望在研究推置新高度,包括追踪熔岩流动路径及测量火火山气体排放量,但火山学家指当中困难少不可免,无人机技术收集火山数据,在传统火山研究中,火山学家会在火山附近范围安装监测仪器,以了解气体随时间的转变,尽管这种方法对于长期监测来说非常有效,但若火山真的爆发,仪器便会被摧毁。 但迟至喷发完前,均无法放入新仪器,等同无法记录数据,在无人机技术兴起后,美国地质调查局火山学家团队可使用无人机追踪熔岩流动,拍摄热成像图片及监测火火山中的气体排放量, 以记录不同地形变化下的爆发模式,比人手摆放仪器安全有效,无人机亦受天气影响,然而无人机使用亦有它独特的难处。 火山爆发的情况下,天气情况急速变化,无人机在火山窃皮中,飞行电力会迅速下降,科学家必须仔细计划和预计飞行时间。 2016年加拿大蒙克利尔·麦基尔大学的火山学家团队带着两台无人机前往中美洲,其中一台就在执行火山喷发气体测量时坠毁,信息传送与共享火山学家幼稚, 虽然使用无人机技术收集同类信息可以在更短时间内识别火山可能喷发,并通知火山附近社区进行疏散,但这些信息对实际情况的影响多, 取决于当地政府的处理速度,若信息未有传递与正确的部门,也许无法影响事态发展,而后网数更多。 HTTPS www.iHu.com数原文 HTTPS www.iHu.com4390.htm